是郭敬明的好看呢 还得您一探究竟了 我们再来关注电视剧方面的消息 期待值极高的新电机部故事 日前终于开播了 可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网上一片恶评如潮 有的观众甚至形容为 是咬着后槽牙也看不下去 那金牌导演郑小龙在甄嬛之后 难道是遇到了滑铁路 由郑小龙导演吕丽萍 陈浩 黄海波 王千元等主演的 新电机部的故事 22日终于与观众见面 此剧已经播出 立即引来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对新作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从播出的两集看 新编辑部的故事 延续了前作的喜剧风格 剧中有不少搞笑台词 尤其黄海波饰演的编辑部摄影 元帅更是金句评出 不过却不少网友对此并不买账 纷纷吐槽表演太夸张 笑点生硬 完全失去了真实感 让人有点笑不出来 他太丢我的人了 我承认 我喜欢你 我曾经梦想着和你双虎双非 一心把你作为重点情感对象去培养 你开枪 我甘愿死在你枪下 而大量内心独白的外话表现 乍一看就像是舞台剧 此外 前作中葛优饰演的李东宝一绝 在新编辑部的故事中 由爆皮发半遮面 让不少等着看葛优精彩表演的观众 颇为失望 对此小编认为 这部剧最终能不能在收拾和口碑上双赢 目前还需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对于打造出真环串的郑小龙 观众需要的是给他多一份宽容 以及给他多一点的时间 说到这小龙 我们再来看看他甄嬛传中的温太医